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肯定会由我阳容的一面 用的是我去演 用我的身体我的观念去塑造的这个角色 但又不诠释 从此做的总是会多面心一些吧 有啊 我其实最早想当演员就是因为欧美 欧美龄版的朋友就是是非常非常喜欢 还好 因为其实之前也有拍很多武侠 总是要掉过牙齿来可以去的 但是这部戏就会比如说 有一次还蛮好玩的 就是要站在一个剑上 首先他们要把那个剑就是绑在我的脚上 然后呢再把我身上就是穿上个牙衣 然后拉高 然后要跟着感觉上那个剑在带着我飞 然后还有在海浪里面 对 就是碰到海浪 那其实是没有海浪的嘛 你只能去感受说 哎 他们跟我说 荣荣 海浪从这边过来 你的身体是要这样转 然后你要怎样怎样 就是完全是一种想象式的表演 很多每部戏都会有受伤 但是最严重的应该是拍美人的线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我就是同时身上有一百多处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伤 回头就好了嘛 他说很可爱 都是我喜欢的小伙伴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还是挺像那个剧本里的角色的 能不能重回一下 其实近两年我有很多都是现代戏的 重回之后好像是没有回过很多 最厉害的时候应该是从拍工二前后开始 应该有两年时间吧 就是对吧 会有很多 就是看你当时需要什么 比如说运动 因为在高强度的拍摄的时候 就是你让自己去运动增强一些体能 你可能在天上能够更好地完成当天的拍摄和工作 演员嘛 你就说不停地去演歌是各样的 角色类型倒不是最重要的 只是希望因为自己也不是刚刚才出道了 我却实演了很多戏 希望自己的作品和人物越来越有质感 像我的偶像的学习 比如说像李雪剑老师 比如说像我这部戏里其实他也有白 那我跟他没有对手戏里 金雪茜老师 我跟他说非常非常亲爱的 就是李雪剑老师啊 上次有一次跟一个制片人聊天 他还说你那么喜欢他 我说嗯 他说现在下边有没有机会真的让你俩合作 我就是高兴坏了 我说哪怕一场戏都可以 会啊 不会偷偷的 就这么大光明的看 我说我白啊 我说我腿长啊 说我瘦了呀 对啊 对啊 他们呢 他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话跟我讲的啦 我的粉丝都是黑粉 所以想从他们那儿听到一句好听的其实很难 我都习惯了 没关系 没有 没有 对我唱歌都纯粹是为了那一个戏剧作品 小怪屁 就是拍戏的时候 拍打戏的时候 抱过戏的时候 一定要 要先给我一个 先抱一下 然后我再拍视频 退啊 当然是 我刚从外地回来了 然后在机场的时候 有人说跑过来很热情的说 能给我签个名吗 我说不好意思 然后他也过一会儿他就跑过来 他说能能给我签个名 我知道我没有认错 其实我想拒绝的时候 我看见他手上有一段冰送 应该是送给我的 然后已经卖没了 然后我说好吧 你会把这个给我吗 他说会 跟狗狗 跟我儿子对 孔孔 对 给这大小便 只要我喜欢的那个人 他说什么都能撩到我 我想去太空看了 我想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那种 随意穿越的 就是穿越的那种门 随着门 比如说经常有时候堵车嘛 要是有个人 我就直接过去 该多好啊 我喜欢当老师 当医生也挺好的 个单啊 应该是拉丁舞曲吧 有时候运动的时候 听那个就觉得自己 很有能量 快睡吧 乖 我在梦里等你们 马上就要暑假了 希望中回周遥记 能带你一起进入一个 清凉的夏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